哈喽各位好心人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2019年碧桂圆碑 今天八进四淘汰赛的第一局 由郑维彤对阵旅青的一盘精彩对局 昨天郑维彤是淘汰了赵欣欣 而旅青是淘汰了红志 那这盘棋结果会是如何呢 我们往下看 那郑维彤先手 炮二平五 黑方旅青 二进三 二进三 八八平六 居一平二 八进七 形成典型的中炮直居 对反攻嘛 那我觉得看顶尖高手下着 这种大套路的布局 还是比较有趣 当然郑维彤选择走中炮 有战略性的意图 肯定有准备飞刀 因为反攻嘛 应对中炮是旅青 近年来采用最多的 包括在今年中国银行杯 快起赛 后手取胜招星星 那盘也非常精彩 那现在红方接走的是 冰三进一 那一方祖三进一 红方马八进九 那一方向七进五 到目前 双方选择走 最常见的一个变化套路 那此时 红方一般 接走 炮八平七 或者平六 形成五七炮 或者五六炮 不过实战 郑维彤也不落俗套 选择 居九进一 齐龙居 那一方 祖一进一 制住红方的编码 那红方 在炮八平七 那先体仰居 在平七路炮 有挑衅的味道 黑方 如按照一般的思路 居平二 那红方 可以居九平二 在居六进三 配合 马三进四 和居二进六 黑方 出幼直居的效率 就显得 不是特别高 所以实战 女性的选择是 十六进五 先巩固振兴 以进制动 那红方 这个时候 如果在居九平六 现在区别 就是什么呢 黑方 就可以足以进一 通过大出居 强占齐和线 黑方复局 可以满意 所以实战 郑威童的选择是 居九平八 捉黑炮 考验黑方的应手 那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 黑方 如果 居平二 那红方 可以 居八进三 准备对弃兵 那黑方 如果平炮对居 这个期 红方对完居之后 再炮五进四 适当时 再炮击进三 将来红方容易形成多兵 主动的残棋 所以实战 女性的选择 是 炮二 平一 当然也是正招 由此可见 郑威童主动选择这个变化 有比较多的细节 尤其从居九进一开始 当然以上 这几步棋 都不是新招 但非常少见 那郑威童当然希望可以考验 老牌 其王 女性的家庭作业和激励 那现在红方 接走的是 居八进五 主邻居 有趣的是 去年以太北 郑威童对 红志也走成这个局面 应该说上个局面 那当时郑威童选择的是 居八进三 巡河 给黑方 炮一进四 打兵之后 没取得什么便宜 结果是合体 那现在进竹林居 算是一步改进 我个人觉得 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 那女性果然就 可能脱补了 或者对着局面 比较陌生 随手 炮一进四 用回红志的招法 但区别就是 对 红方这竹林居的位置 就没有什么针对性 那红方 就可以从容的 走什么呢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想的是兵器精一 那恭喜你 有象棋第二人的实力 现在 黑方 如果什么 居一进三对居 也没用 因为红方 可以居八推三 做黑炮 所以黑方只好 吃兵 那红方 居八平气 压马 吃回黑足 是连贯的手段 利用足不能平开 否则炮打马 那一方 接走 足一进一 冲足 红方 居七推二 威胁炮打马 那一方无奈 只好马三进死 但让中足脱根 所以红方 炮五进死 打中足 还威胁 炮打底下 闷宫的一个隐患 局面致此 红方 是明显主动了 但黑方 要怎么应付 就非常关键 那实战 女青也没想防止 红方 炮打向的这个 威胁 选择 炮六进五 形成马咬炮 准备 以狙 向换 红方的这个双炮 自路是可行 尤其 女青是考虑到 红方如果想 保留变化 推炮 也没有太大的便宜 因为黑方 可以顺势 马七进五 就比较顽强 随时还有马之中兵的 采双手段 不过 黑方 选择把这个炮 伸到视角 还是低估了红方 炮打底下 交换之后 反而会被利用的手段 那黑方同样伸炮 可以考虑 改走炮六进一 个人觉得 那考验红方的英手 红方如果选择炮五退一 那黑方 就可以炮六平五 黑马还是秒之中兵 不怕红方马三进四 那红方如果 不是或不像之类的 那黑方就可以 居九平六 把居量出来 完全可下 另外 红方如果选择 居二进七 比较积极的走法 那黑方可以 居进四 把居量出来 下一步准备 马四进五 财中兵 有反弹力 那这个变化 可能不太明显 也难为 黑方 有轻 那另外 很重要的 我觉得 这时 红方如果用回实战的 好奇进七 打相 那这其 让人交换之后 区别就是 红方就没有实战的 退居 竹林线 捉马的手段 这个很关键 实战我们也会看得到 那现在向咬着 红居 如果比如说 退回巡河 那这其 黑方可以平足 再咬居 红方如果平中居的话 那黑方可以 从容的退 红方也没有 太大的平移 那实战 女性的走法是 炮路近武 那红方 郑微同 也经过思考 果断选择 一部炮打相 就恰到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对子之后 这期 红方是以双炮 换取 黑方的单狙 单向 理论上 已经有便宜 但更重要的是 红方 能够抢到 狙击退三 这步起 那黑方 双马双炮 犹如一盘 散杀 不能协调 那现在黑方 只有 猫进三 那红方 再补一手势 咬黑炮 又是先手 黑方 如果选择 遨入这个炮 比如说退役 那红方刚好 居西平流 这黑马 非常尴尬 而且黑方 这个单向 也容易受 红居的一个攻击 实战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 实战旅行选择 直接马踩中兵 先吃中兵再说 但这期交换之后 希望是可以 减换局面 但红方 双区太灵活了 以下这期 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我们来看 居二进七 说黑象 十分严厉 因为象 没得保 黑方无奈 马三进四 准备固住一致 那红方 正为同 怎么走呢 好 居二平 直接吃相 是简明有力 那黑方 先马四进六 吃事较僵 红方顺势出帅 准备 居七平流 连续手段 那黑方 马六推七 预防以后出将 不会被抽 那黄方还是 继续平流 威胁 狙砍抵持 杀棋 黑方出将 那这期红方 该如何进取呢 好 如果你想的是 居六平三 那恭喜你 答错 因为黑方 有一步 巧手 是什么呢 好 欧一平七 那么这个起伏 打象 打狙 红方如果吃黑马 那打象 抽狙 黑方是得子 得势 实战 正为同 当然没上当 选择 居六推死 捉黑马 走得十分严谨 那黑方选择 马戏 既九 宝马 如果一方改走 用前马退 吃兵 那红方 想三进一 然后黑马 也是几乎要得子 那现在红方 接走 马九进七 准备 把马投入战斗 那一方 马七退六 也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 那红方 正为同 如何进取呢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想的是 帅六平五 那恭喜你 跟正为同的想法 是一样 平中帅 威胁 G砍抵持 在G5平四 吃沙奇 那红星 此时脸上 就露出了 暗淡的笑容 只能 居酒精一 首一步 那红方 顺时 居五平二 准备威胁 黑方的六路马 所以黑方 选择退马 形成连环马 希望可以 多走几步 不过 给正为同 多走一步棋 黑方 红星就认输了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是哪一步 好 如果你想的是 G6平四 那恭喜你 跟特大的想法 是一样 因为酱不能凭中路 否则全体G是沙奇 那五方 下一步威胁 G吃黑方的八路马 切马也保不住了 所以黑方 主动任父